洪孝柱被正式提名之后 竞选总部主委一职 立法院长王金平重申 不会担任 而至于国民党是否会为王金平 续留立院 修改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 王金平也说不清楚 希望媒体不要再问他这个问题 国民党全代会刚从国外访问 反国的总统马英九 特别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打招呼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副总统吴敦毅 也上前和王金平握手 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在会场内并没有和王金平有任何互动 王金平会后被媒体问到 是否会担任洪秀柱的竞选总部主委 没有办法出任的原因你有跟他讲吗 大家都充分了解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服选吗 那方法多了 随时随地我们服选委员 就会服选总统 服选总统也是在服选委员 不过为了整合党内总统选战力量 传出国民党内有人建议 为王金平修改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办法 王金平表示他不清楚有这回事 我不清楚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不过不少人对此表示赞成 希望对国民党明年大选有帮助 院长是我们国民党的宝 大家都希望他能够来带领国民党赢得2016的选举 这是大家的希望 一个党为了选要选赢为了选举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事实上朱立伦上午受访时表示 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不是党章 中常会修改就可以 而且不分区立委的提名考量要到9月以后 所以目前还没有进行相关讨论 这样的说法也被看就是 为未来王金平连任之路解套的方法 不过未来会怎么演变还有待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